二屋戰爭爆發 有詐騙集團借機騙取民眾錢財 屏東一名李鑫老先生 他被一名自稱是聯合國派往 烏克蘭的醫生 騙說因為要逃難 想跟他借9萬元美金包機回台 從新行員聯合警方共同勸說 老先生才驚覺自己差點被騙 這個是詐騙的啦 因為你剛剛聽到那個套路 我們已經遇過太多了啦 一看手機警察就知道 又是詐騙勞梗 上次的是聯合國派去阿富汗的醫生 支付什麼也不知道幾萬的美金 原來是身穿紫色背心的阿伯 收拿匯款資訊 衝到銀行就要匯款 金額還高達9萬美元 相當是台幣200多萬元 行員驚覺有詐 趕緊通報警方前來查看 會這個9萬多的美金 這是發在屏東東港鎮 這名70歲的李姓阿伯 在網路上認識一名 自稱聯合國聘請前往烏克蘭的主治醫師 因為無二戰爭爆發需要9萬元的美金 包機來台避難 一聽到對方有難 李姓阿伯想都沒想就前往銀行匯款 戰爭爆發讓台灣人也很心痛 紛紛出錢出力 詐騙集團卻時常借此謀取不法利益 這個套路常常在遇到啦 索性在警方勸說下 老翁打銷匯款念頭 否則辛苦賺來的積蓄 不但沒幫到人 反倒被詐騙集團騙個精光 記者蘇世偉屏東報導 到達人了